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为了带动智慧治理安全应用发展普及 经济部工业局智慧城乡计划办公室 24号是在花莲卫生局大礼堂 举办了智慧城乡治理与安全应用方案交流座谈会 期盼透过智慧城市的推动经验分享 主题应用研讨等内容 建立地方的产业交流活动平台 促进智慧城乡经验分享和交流 由经济部工业局主办 财团法人资讯工业车进会执行的智慧城乡治理与安全应用交流座谈会 24日上午在华莲县卫生局大礼堂举行 秉持地方出题中央协助产业解题的精神 透过智慧城市推动经验分享 主题应用研讨实地参访展示 提供民众便利服务促进产业升级转型 我们看到花莲用在地的特色 好山好水 然后呢要打造一个让民众好消费的地方 所以呢有八项应用 我们真正今天都落地 那我们也看到花莲先生 除了好山好水好消费打造这样的环境以外呢 我们也看到了 不是只有注重牲口消费 还很重要 我们注重能力上的提升 我们也导入VR AR开始结果国籍 所以我们有一些VR AR这样子的也有云语交错 那所以刚刚有看到我们外面已经有一些 属于安全的一些议题的检查方案 那也有一些属于城乡治理的检查方案 那我想最后就是希望大家在教育的研讨会的时候呢 能够好好的去听 然后去想你们可以怎么样来合作 无论是在我们的社会国土里面 或是妈妈迷向里面 其实通通都要 现在都要透过DIOT的部分 让我们的施政更加的精准 让我们也更加有效率 而且让很多的分析 让我们知道如何去修正很多的政策 以及精简很多多之处重叠性的 这个多部门的资源 城乡计划供于花联推动八岸智慧应用服务 藉由导路自通讯服务 协助地方与产业转型 活动现场也邀请到 11家智慧城乡计划服务厂商 进行主题应用展示 包含近日受到民众关心的 跌倒侦测等设备展示 供民众体验 期盼建立地方产业交流活动平台 促进智慧城乡经验分享与交流 接着蒋邦叶华联士报导